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马电影节拿了影后的 2月4号还就是历春这一天 上演这个电影 这也多有意思 我觉得还真是挺难得的 一个电影叫历春 然后又在2月4号 这个电影会公演 而且还很奇怪 每年的2月4号都是历春 每年不是改历法吗 我就说这电影也不能每年都拍一回历春 你说这还真是 你说现在它有好多概念 什么贺岁片 什么这片那片 我觉得它也可以开一体材 历春片 春片 春片 我觉得至少这个季节 其实还是确实是个看电影的季节 像历春也是一个新年的 而且徐老师刚才问的 有裸戏吗 有裸戏吗 我听说 就说你们这有裸戏 确实是有 你说现在电影导演 我觉得也挺惨的 你说这电影 咋咋 你现在这个社会全面八卦化 你知道吗 什么正经媒体都八卦化 你一桌人吃饭 就跟都跟他出主意啊 这怎么宣传呢 历春 这算什么类型的片子 然后就说你正经宣传 不好使 谁关心呢 得整点什么 开始说顾长卫 潜规则吧 说现在导演跟女演员潜规则 也不出奇了 还得是什么呢 他这个电影里就塑造这种 在小城镇里 那种小人物 但是理想主义者 其中有一个演员 其实我觉得演得特别好 就是说 他是芭蕾舞 一个痴迷芭蕾舞的这么一个男人 但是这个男人呢 我们可以叫娘娘腔 广东话拉影的 就有点那么个劲 大家就出主意 那演员叫什么 焦刚 非常好的演员 就说顾长卫 不但是潜规则了 而且还同性恋了 他是跟这个焦刚 多费心思 多费心思 我觉得这个片子 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讲了一个裸析 我觉得这个大家已经有兴趣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蒋文立嘛 蒋文立是你太太嘛 导演拍女演员的裸戏 而且是自己的太太 这个尺度怎么掌握 而且是自己的太太 增肥了40斤的裸戏 你看我太太陈彦华 以前拍过电影 他拍电影啊 都是那个珊瑚导演的 跟郭凯明那种文明恋爱的 我当时还在想过 哇 要是他在电影里跟人kiss了 我会怎么办 你看我的老土到这个程度 我是老土到这个程度 还好他就拍到那么 推推自行车啊 讲讲什么啊 今夜星光啊 在玩 可现在我一看到这个报道说 蒋文立 蒋文立裸戏 这已经是 而且共常委拍的 你们还要做宣传 我觉得你们完全不用做宣传了 我觉得是这个裸戏啊 咱今天要聊裸戏 就是在这个裸戏 我倒想问你 常委你说现在这电影 是说导演的孩子 我觉得这中国电影 往往你要到宣传的时候 感觉导演最着急 那就像刚才说的 虽然咱们是当笑话说 假如说真给你炒作一个 同性恋潜规则 说这样就能够让咱的电影 好卖 票房高 你本人你愿意这么干吗 我觉得 我觉得 就是说实话 就像刚才我们说 说这个情景 确实是那天 大家一起开会 当然一半是挺正经的 一半是觉得是 出死下策 说现在这些媒体 这个包括很正经的报纸 都全面八卦化了 我就想这个 既然都已经八卦化了 所以这个八卦 已经没有那么大意义了 就是你要不弄点心的 说顾成为 跟蒋文丽又离婚了 又是什么 我觉得这都已经吵过了 这都已经过去了 然后呢 就是说的 刚才你说的这个情景 我觉得 哎呀 你知道我不知道该是什么 就我觉得特别像是说 大家都在关心这个导演 都在帮助这个导演 让他的电影 能够有机会跟观众去见面 有机会去引起观众的 这个关注 才有机会让观众去看到这个电影 我想他就实在不行 就这样了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你知道 这个话题刚又过去 我都在想 行 你们就弄弄吧 就是早上有一天 我就全给你兜出来 就是 我就真的觉得是这个 你说这个宣传电影 我说就是 这个真的是一个 时代变 你拍电影 你拍电影还要累 你这个样子 没事 你这个要找另外一个人 我知道张艺谋 他们都是另外找一个人 这种活自己别干 而且你呢 我觉得你有孔雀在 你真的不用担心 你看我在这个节目里 正儿八经推荐过三部片子 每年一部 一部就是孔雀 一部是那个德国片 就是那个窃听的 窃听的 还有就今年就设计 我就正儿八经的推荐过 那孔雀我觉得真好 真好 那个内容好丰富 它不是一条线 所以有很多看过孔雀的人 都会来看你的电影 所以你更不用担心 什么同性恋不同性恋 哎呦 担心不担心 我是真的是觉得像 历春里边这些人物 都是那些雍长的生活当中 那些很另类 但是很精彩的人 我是真的是怀着 就怀着那种欣赏 就发自内心的那种欣赏和敬意 因为 我上次看江文跑来 就宣传他电影 我就感觉得到 是投资的这种压力 就是说他好像 其实作为一个导演已经够了 什么在电影里都已经说了 为什么还要说很多呢 但是你觉得现代的这个电影 靠这种奔走相告的方式 呼朋引伴 就能有票房吗 非常困难 因为你说这个 人家说这个酒香不怕相子神 但是酒厂这东西 酒是越放越 它不过时了 你知道电影是一年一年都会有新的出来 它还真没法 你让你降 电影也不能放在巷子里 这个就过去了 他其实说的问题 涉及到一个电影类型 我现在觉得这个电影叫什么片 叫什么片 这能把我搞得一头雾水 你看我听到概念什么商业片 在香港那边又有什么剧情片 其实我觉得这个分类是很不科学的 特别是像中国目前的情景 其实电影业在迅速发展 市场也在迅速发展 那么很好 但是这个分类特别不科学 我觉得它不科学的 就是你一听这商业片 好像大家都值得往里投钱 然后这个值得花钱 然后观众们都要去看这商业片 好像商业片就好看 其实也未必 这个艺术片的里边也是 你知道就变成了 好像只是那些知识分子 只是那些茶余饭后对艺术 感兴趣的 对生活 对更有点质量 更有点这个才会感兴趣 我觉得特别容易也会误导 当最初人家使用这个概念 商业片的时候 是带贬义的 对 在评论这眼里 讲什么电影 虽然好看 不过是个商业片 可是时间久了 现在在 在郭导演的印象里面 现在倒过来了 现在好像他 你给他添艺术片 他反而不会要 你这给我票房都要了 等于是这样 这个什么时候出现这种转变 这是非常有点 颠倒嘛 这就是个 这社会一切东西都颠倒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顾导演的困惑 我觉得还是要专业化 就是我自己觉得 有两方面工作要特别要做 一方面就是影评 现在内地像香港有个时期 你知道 一个影评人 就他一个人力量极大 他写的影评基本都很准的 老百姓听他的吗 听他 但是他有个游戏规则 他要说好的电影呢 他一上话他就说好 他要说差的电影 他批评的非常尖锐 但是等你一个礼拜过了 差不多落话了 他才出来批评 他给人家一个机会 就是说他 但他批评的很准的 就是说这个这个胡闹 他大牌他照样骂 什么什么 这曾志伟啊 成龙啊 他照样可以去骂他们 但他有套游戏规则 现在内地啊 缺乏这种权威的影 没有真正的 全都是王 那个叫什么 王婆卖瓜是不是 自卖自夸那种 那个不行 你这样 我还听说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政府禁一下 他还是一种宣传的 禁是一个好办法 有一漫画嘛 所以作家请批评家吃饭 吃完饭了 就叫那批评家 脱下他裤子在屁股上打 对不对 现在禁的得法 是这个促销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叫颠倒啊 我老觉得现在很多事就颠倒啊 就像那个臭豆腐 你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绯闻 或者不是绯闻丑闻啊 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你的价值观呢 是黑白分明的 这事肯定是不好 怎么往我身上泼脏水 可是现在你慢慢发现呢 没有人是认真的 没有毁坏不了你的形象 没有人真的把你 同性恋吧 反而像臭豆腐 闻起来臭啊 实际上客观上 他确实因为这个好奇心 担顾顾常卫同性恋了 咱去看看立春景 看看他跟谁 他这么一个目的 也使他进了影院 这东西 这是你很难说 所以我觉得确实是 好像人 这个人性当中 确实有一样一个特点 就是你越是禁止 他越是觉得难能可贵 越是觉得想要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对 你先像这些 他进了篇的 其实 我就说回头想 比如说张艺谋的 其实前些年的电影 好多都是在通过上 都有点磕磕绊绊 有点磕绊 对 当时都能过了 但是那当然片子也很好 所以就更加的让大家觉得 我抓紧去看 张艺谋的片子有进过 陈海哥的片子 都在 发生了这个问题了 对 就不是说彻底进了 在通过的过程当中 也会修改 也会折腾 然后尊重其实 包括近期的这些电影 其实有时候电影局 也是可能是一种责任心 为了观众 为了社会的反应 但是你知道 这个问题 常常没有那么简单 你比如说 就像苹果 苹果 态度是吧 那你结果可能会 苹果会有更多人关注 是吧 结果 没法演了 对 我们会出买 买DVD 现在胶片 电影院的发行 其实已经过了 时期了 现在已经转成 开始发DVD 正版和盗版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 也是进了他们的DVD 可是你进了正版 盗版会卖得更好 这就跟时期影评的时机 是一个道理 我怎么老听说 现在就说 盗版的也是电视线公司做的 反正是这样 当然我也是瞎说了 我是听说 其实做正版的公司 也做盗版 我不知道 当然我这话 不用负责任 别找我麻烦 就说你从道理上讲 如果说你做正版的公司 你不做盗版 那别人就做了盗版 对 我其实做正版的公司 我怎么消灭别人的盗版 没法限制 所以你最有权力做盗版的 最理直气壮做盗版的 我觉得就是做正版的公司 因为你还买了 那个版权 对吧 我觉得要说 可是 你知道越近 越那个什么 但我就说回来 咱也回头说一句 这个叫什么 这个历春的电影 历春 我还前两天 我还真是听公司那边说 说我们这片子也是 那个好像 这个局里边 不是 反正不让宣传 就至少是不让那个 积极宣传的 就是反正能 能那个 能低调就低调了 那我觉得 那我就在想 那我在想 这到底是好消息 还是不是好消息呢 反正我觉得这个 是不是好消息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 最终观众来 品压这个电影 我是觉得这个电影 其实 并不是一个消极的电影 它并不是一个 灰色的电影 我觉得我 特别的在这电影里边 想 颂养的就是 这些小人物当中 这些 并不 叫什么 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的 小人物 这些精彩的电影 他这个是 也可以有 我后来看 就是中间 他可能经过审查之后 得剪掉一点 但是有一幕 依旧钻剪 剪掉的 不 我前后两次都看了 前后两次都看 我看的特别可乐 我就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说这女的 她这个王彩玲 她常年独身 邻居那个女 女人觉得 你是不是性方面 比较寂寞 怎么满足你 就给她有这么一情节 就给她找一个按摩棒 那个按摩棒 就是打开了 要给她展示一下 但是门外突然有人敲门 要进来 她就赶快把按摩棒 给塞在兜里了 你知道吗 就过你看原片的时候是看到这个的 但是后来大概出于 就给剪了 就可能是不能出按摩棒 但是剪了之后 我看下一个镜头 按摩棒的声音还在她兜里响 我都觉得按摩棒 你觉得那个前一年是80年代 那个按摩 根本不是现在 现在那个满街都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 那个 商店 商店里边那种嗓 真的 就你知道那时候是百货商场卖的 就跟那个老头乐啊什么的 有个这么长的 那个 它是一个多功能的 我觉得可能对于那些 对于那些 比如说这个 就肩上累了 这么震动一下之类的 但是呢 你知道 就我觉得就恰恰是这样一个普通的百货商场卖的东西 对于这个 这个剧中 这个王彩玲和隔壁的小张老师 这样一个人物关系来说 你觉得他就更透露一种 就这种 一个是在幸福的婚姻家庭当中的一个小张老师 一个是独身的女人 两个人之间那种友情那种理解和那种 就出自 他就懂得这些东西还可能 我应该送给他 也许他会喜欢 你知道他会有那种很微妙的 很有情意的东西在里面 对 有剧情需要 对 但是呢 但是不能出 只能发声 哇 另一个问题是 审片的全是领导 没有民众 学者组成的审片机构 你还搞人民培训团吗 是啊 不是不是 但是其实你知道 就是我觉得 就是一方面 就审片的确实是领导 但是呢 这个领导的分寸 其实也来自于两个部分 一方面是来自于更高的 更高层领导 老干部和老百姓 对 一方面是来自 二络 但是老百姓 但是中国现在我觉得 其实有一个问题 还是值得 值得去 去商量的就是什么 就中国是这样 就只要 比如有一两个老百姓 看了这电影说 或者看了这篇文章说 他不喜欢 他要写一封信 比如说给什么 某一个政府机关 然后呢 只要有一两个人 办这事了 那他就会不考虑 更多大众的人 是不是觉得 这个说的 是不是真有道理 还是说 因为这一两个人的 这个不同的意见 就 就是剥夺了 更多的人去建设 或者是欣赏 一个作品的机会 就是你知道 但是中国这个环境 这个系统是这样的 就是谁都怕 别别别别 因为这篇子 那个 给给我们 大家 惹个麻烦 就是 但是你说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应该 文则自负 你确实 比如说 你做的这作品 那我觉得社会 会批评你 你的 你的生活环境 你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香港就有一些 这种 什么 淫费物品的审查委员会 对 它就不是官方的 它是官方组织 但是人呢 都是大学教授 教会 妇女团体 都是大家自愿 义务来的 这些人就是代表 社会的一般人的看法 其实不是说取消领导审查 而是在领导审查之外 多一个渠道 听听一般人 对这个东西怎么看 他说这个 这样会比较公平 他说这涉及到 是个分极制 分极制 分极制就更加有必要 中国就是说 人制和法制的分别 人 你像我们节目 都很清楚 你看跟香港那边 负责 这个政审 香港不叫政审 就叫电减条例 我们跟香港 电减条例的人 从来没有争议 为什么没有争议 他不是诚心要跟你干嘛 他都是条文 生殖器的俗称 你说了 那就减掉他 没有别的事情 谁也不会说 六点达马赛克 对 六点达马赛克 没有争议 但是咱现在这有很多争议 就是因为谁说了算 所以最近从色界这事不还聊 咱历春里也有裸戏 不是 所以你作为导演 你对分极怎么看 我觉得这就是说 说句内心 深复 我觉得我的愿望 因为我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了 我觉得就真的是应该分级 不就是不要把一提分级 就好像是为了说你们这些成年人要放纵 黄色 黄色工业泛滥 对 我觉得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我觉得真的是为了保护少年儿童 你说我一个我的六岁的孩子去电视院去看一个动画片叫 刚才说的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 吓哭 吓哭 那就是给小孩看的 但是他也是有年龄限制 他还是有年龄 你说的是动画片还美国好莱坞的 就好莱坞的大片 大片变形金刚 他是有很多电脑科技的动画 做的非常如临其境 而且他分级不是单分一个级 他分好几个级 包括很多国内的电影和在国内放的这些外国电影 我觉得我们就至少是为了保护儿童 让他们别看电影说回家好几天不敢睡觉 不敢一个人在家待着 那么我们应该把那些至少应该分一个儿童保护级 是吧 就是让那些比如说 这个比如说小学或者是这样 大约想一下子这个孩子 至少是一个你有一个级别的提示 让这种让家长会带孩子去看电影的时候想一想 这个是不是是不是去 是不是需要带人陪着去 还是说这个小孩就别看了 我觉得其实不要把我们就是先想成了一个那个你知道一个对名 先想 我跟你讲分级制一定会实行的 早晚 对对我觉得是 你说现在中央电视台专门有个少儿频道 有个叫同心回放 全是以前的打仗片 这都是给中年人的同心回放 可他放在少儿频道 你到现在五六岁的儿天天看七天七夜上甘领 你这对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我小时候就是看这些长大的 所以后来那么好逗 这几代人都没想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 就是说不是说导演要分级制就是导演憋着要拍色情片 我觉得是这样 三级片是大大限制他的发行量 你不要设计在美国就是情况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比如香港电影 或者是美国的他的电影检查 他也是他就一旦给你定为这个电影变成了很多电影片就不能放了 那么就意味着 假如说你这里边有过多的暴力 过多的色情 或者过多的 他就会把你的电影放成一个三级片 或者一个你觉得变成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不能看了 很多青少年不能看电影了 你的票房输入会受大大的影响和折扣 那你觉得就是说你这样的片子就投资就更少了 在中国一开始 一开始实行分级制 可能会有一个反常现象 就是越三级片越多人看 对不对 以前湘女萧萧曾经要定位什么三级 那很多人去看 但是这种现象会很快会过去的 一旦走向正常 所以中国电影 我觉得有几样东西一定会实行 分级制一定会实行 票价控制 就是电影院这个成本一定要下降 独立的影评人制度跟审查制度一定要成立 还有就是管理方跟投资方要划清界限 现在管理方跟投资方混在一起 包括那个投资制作方和发行这个院线的部分 这其实都应该把它隔离开 说说容易做到难 所以咱们就是 还有像这种比如说 这个叫什么 像像这个在在这个国际上通常是电影 呃在院线上了之后半年才能在 对对对 可能在这个DVD的店里面出现 然后再过半年才有可能在电视的里边的电影频道播出 中国也没 中国基本上就是这边上电影院那边同时就出来了 你说你怎么弄 还正版的13块 正版13块 逼着大家就说怪怪不得说电影公司都出盗版了 他这也是没有办法 我最近连看了几场80块的电影里面就三个人看 哎呀我今天想干什么搞成这个样子 咱们真是一个就是说混同一气啊 有个词叫混沌 就是因为 就是什么都在一起 就是因为没经过现代社会就进入互相 就是江文说是龙短飞嘛 咱们这个过程确实可能要输出点代价 但是我还是相信未来会更好 也跟明天 常卫最爱唱的明天会更好 我们都合作唱的明天会更好